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基督教的灵修 说起灵修呢 在很多人的头脑中啊 马上会想起深山古寺啊 沙漠修士啊 在我们的印象中呢 这个灵修呢 指的都是一些世外高人啊 整天呢 不思人间烟火啊 整天冥想啊 追寻世界大道啊 都是一些高大上的人啊 做的一些高大上的事情 其实呢 这是我们对灵修的一个误解 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边呢 灵修是我们信仰生活中 一个不可缺少的元素 每一个基督徒啊 我们其实每一天的生活呢 都是在进行着基督教的灵修 那么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边哈 什么叫做灵修呢 灵修的概念是指 一个人去认识神 去了解关于神的这些真理 然后可以把这些关于神的真理 神的知识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里边 让这些真理对自己的生命 产生一个指导的作用 从这个概念出发 我们可以看出来 基督教的灵修啊 有两个部分 一个呢 就是认识神的真理 第二个呢 就是让这样的真理 对自己的生命能够产生指引 所以我们说呢 基督教的灵修啊 一定是一个从上到下的过程 因为一切的准则和道德呢 都是来自于神 这是一个由外到内 再由内到外的呢 这样的一个循环 就是从知识到行为 从行为呢 再回到知识 然后再回到人的行为呢 这样的一个过程 可以讲呢 这是一个学以致用的过程 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 要积极地参与这个社会的生活 很多人比较起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不同啊 比如说相比于佛教 佛教呢 是必逝的 一个人如果要追求自己的圣洁 那么他应该远离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基督教呢 是入世的 我们要参与到这个世界的生活中去 我们认为只有在一个真实的社会生活里边 我们去操练自己 让自己的生命更加完全 这样呢 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 那基督徒 为什么要灵修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其实非常的直接 因为我们的神 要求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真实的属于神的人 这样的生命 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目的呀 有一个 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讲呢 就是我们可以活的越来越像神 我们的性情啊 我们的思想本质啊 我们的心怀意念呢 从里到外 我们整个这样的一个人 从肉体到灵魂 我们可以慢慢的更新 以前呢 我们提到什么是基督教的教会 什么是教会的生活 其实也有这样的目的 那就是我们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互相帮助 让我们可以更加方便 更加迅速的去操练自己 也就是说呢 教会和教会的生活呢 他都是可以帮助我们灵修的 那么怎么去理解基督教这种灵修啊 从神的真理到我们现实的生活 再回到神的真理中 再回到现实的生活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哈 神是爱 不爱就是来自于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如果从灵修学来来理解神是爱这个问题呢 我们从圣经里边得出一个结论 我们的神是充满了爱的 神本身就是爱 他的爱呢 就体现在他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被耶稣基督为人去舍生 赎罪定死在十字架上 他替我们赎清所有的罪孽 那这个呢是理论 是真理 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呢 因为我们认识到神 是爱 我们也知道呢 神要求我们能够活出一个 效法他的生活 越来越像他 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呢 就是不但是了解了这个真理 而且呢 要把这个真理在现实的生活中 我们可以应用出来 也就是说呢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我们能够去爱我们身边的人 爱我们身边这个世界 这样呢 就产生了博爱的思想 一个基督徒 能够让自己的信仰生活 活得更加的真实 灵修生活呢 是必不可少的 灵修生活中啊 两个部分啊 一个呢 是去认识神的真理 一个呢 是把这个真理 更好的使用在自己的生命里边 那我们怎么去进行 更好的灵修生活呢 在整个灵修的过程中啊 最重要的呢 就是读经和祷告 因为这是认识神 与神沟通的一个基本的途径 我们先来说一说读经啊 读经呢 其实就是读圣经了 读圣经 为什么对基督徒来说这么重要呢 因为圣经是神给人的启示 人是非常有限的 而这位神呢 是无限的 人如果想认识神 并且认识关于神的事情 必须通过神的启示 这就好像说呢 一个小孩子 他没有办法去了解一个成年人 他的思想世界 如果这个小孩子想去了解这个成年人 想了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想 他要做什么 为什么这样做 那唯一的方法呢 就是这个成年人 他可以用这个小孩子所能理解的 这种语言呢 这种方式啊 向他去说 如果这个小孩呢 他自己每天的去 尽可能的去思想啊 他尽最大的努力去思考 去推理 恐怕呢 他也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 这个成年人的思维 那有人曾经举过这样的例子 说神和人之间的差别呢 差别之大呀 远远超过了一个人 和一个你所养的宠物 一只狗之间的区别 所以人了解神呢 只有通过启示 人认识神 只有通过神的启示 神的启示呢 就是他来告诉我们 他是谁 他来告诉我们的世界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我们通过他认识他的启示呢 我们去认识他 也认识这个世界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自然科学 今天的人呢 我们可以发现世界上的规律 物理规律啊 化学规律啊 数学规律啊 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呢 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 为什么有这些规律 比如说重力 万有引力 大家都知道呢 有重力的存在 有万有引力的存在 我们今天的物理学呢 可以把重力的这些基本规则 基本原理 定律 我们可以把它总结出来 我们可以去验证它 我们发现呢 事实就是这样的 甚至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些规则 比如说今天人们了解了这些之后呢 就可以制造这个宇宙飞船呢 人们可以去飞出这个太阳系啊 做出很伟大的事情 但是呢 为什么在两个物体之间 它会有万有引力的产生 我们今天不知道 没有办法研究 也没有办法去解释 美国航天航空署的一位宇航员 本身呢 他也是一位天体物理学家 他叫罗伯特加斯勒 那他写过一本书啊 叫上帝与宇航员 在这书里边呢 他写了一句很著名的话 被很多人引用啊 他这样说啊 他说科学家曾攀上无知的高山 正打算征服最高的巅峰 但当他翻过 那最后一块岩石后 迎接他的 却是一群早已到达那里 许多世纪的神学家们 那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啊 科学家们呢 他们可以发现事情的规律 这个世界的规律 但是没有办法去解释 但是从神学上呢 从信仰中呢 早已经给出了答案了 那我们回到圣经啊 圣经呢 在我们今天看来呢 它是一本书 很厚的一本书 圣经呢 分成旧约和新约两个部分 一共呢 有66卷 其实呢 很好记哈 3927啊 旧约有39卷 新约有27卷 加起来呢 一共有66卷 什么叫做新约和旧约呢 从这个名字上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这就是神和人立的约 一个约定 一个合同 那什么样的约定呢 这个合同的内容是什么呢 这就是圣经的主题啊 圣经新约旧约66卷书呢 这么厚的一本书啊 像字典一样啊 其实它就说明了一个主要的问题 那就是神如何来救赎人 集中就反映在呢 约翰福音三章16节 神爱世人 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凡得永生 那旧约呢 就是神跟人所立的过去的约 或者说呢 第一个约 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呢 神说我要拯救你 怎么拯救你啊 我是圣洁的 只有像我一样圣洁的呢 才能上天堂 将来有永恒的生命 所以呢 我把这个律法就颁布给人 你们看一看 这就是标准 如果你们这些这个律法的要求 你们都能做到的话呢 那你也就是完全而且圣洁的 满足了神的标准 于是呢 就在这个世界各个民族中呢 就拣选了以色列人 让他们呢 作为神的选民 你们来做一做 你们来试一试 那结果呢 以色列人呢 用几千年的时间 他去试验了 发现呢 不行 这个路子呢 走不通 走不通 那怎么办呢 说神爱世人呢 他想拯救人的这个心思呢 他没有改变 神说好了 我重新跟你们立一个约 那这个就是心约 相对于呢 前面那个哈 所以这个叫心约 那第二个约 那这个约说呢 既然你们做不到 我还想拯救你们 那好了 那就不需要呢 你们再去把这个律法上这些东西啊 都守了 然后你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 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达到我的标准 不需要了 那现在心理标准是什么呢 只要你们相信我 只要你相信神 把我当作神看 那么呢 我就允许你上天堂 我就暂切认为呢 你符合了我的标准 什么叫做相信神呢 这件事情看不见摸不着的 怎么算呢 神说 我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就是神 他就是我赐给你们的救世主 你相信他 也就是相信了我 他定在十字架上 承担了我们所有人的罪 因为他的工作 他的救赎 也就当作你们人都已经完全和圣洁了 因为你们这个罪已经被他赎了吗 那这个约呢 这就是新约 实际这个呢 就是圣经新约和旧约呀 总体这个总体的内容啊 那当然了呢 要解释清楚这个道理呀 一定有很多其他的涉及到的这些真理 比如说哈 神是谁呀 他凭什么来拯救啊 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拯救啊 这关于神的属性 还有呢 他为什么要来救赎啊 这涉及到人的来源啊 人为什么需要拯救呢 涉及到罪的问题啊 神怎样来拯救啊 他派了耶稣基督 那耶稣基督是谁啊 怎么证明他是从神那里来的呢 还有呢 就是被他拯救的人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生活 人呢 被他拯救之后 不是马上呢 就到天堂中去了 而是呢 需要继续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如果我们需要继续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那应该怎样去生活呢 还有呢 就是被他所拯救的人呢 或者这个世界 到最后的时候 到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 当我们这些人在这个世界上 生命结束了 我们在将来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呀 所有的这些呢 都包含在圣经里面 但是不管这些圣经这些内容啊 多么的复杂呀 涉及到多少方面呢 或者说呢 他涉及到了多少的不同方面的内容 但是核心主题呢 就是一个 那就是神怎样来救赎人 那这是圣经的一些基本内容啊 我们怎么去读圣经呢 这么后一本书 我们从哪开始呢 其实读圣经呢 从传统来说哈 在教会中呢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有些人呢 喜欢速读 只要有时间 我就尽可能的去读 我快快的读 好读书不求甚解呀 我们迅速的哈 把圣经呢 过一遍 我只是了解一个 大概知道这个 我所读过的经文 他说一个什么事情 就可以了 我不会详细的呢 去研究章节呀 字句呀 没有时间哈 去做这个详细的思考 我只是了解一下 就过去了 这个呢 叫速读 那还有一种呢 相对的呢 叫精读 那就是说呢 我不求读的有多快 我今天的章节 可能不多 但是我认认真真地去分析一下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在这个话里边呢 传递出一个什么样的道理 那对我呢 有什么样的帮助 有什么样的作用 那这个呢 叫圣经的精读哈 那在这里呢 给大家介绍一种方法啊 在教会传统中呢 我们把这个称作四线花环读经法 你可以想象一下哈 编织一个由四个枝条组织的组成的一个花环 怎么去编织呢 就是一二三四 然后互相缠绕啊 这四根枝条呢 缠在一块啊 落实到读圣经呢 指的是说呢 首先要去阅读圣经字面的意思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要理解圣经经文 所表达的字面的意思 就是认认真真的呢 去读一下这个经文呢 你要明白一下呢 在什么时间呢 什么地点呢 有什么人呢 做了什么事情啊 或者他全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啊 这个道理的含义是什么呀 字面的意思呢 要清楚 第二个呢 就是思想 说如果圣经是神向人说话 当你读经的时候呢 就是神在向你说话 那么神把这段经文放在圣经中向你说话 要告诉你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 这可能呢 要从整本圣经的角度去思想啊 比较系统的啊 全面的去分析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 神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真理 这是要去思想 那第三个呢 就是祷告 当我们了解了神对自己的教导之后呢 我们要来用祷告来回应神的教导 就是我们要清楚呢 我要做什么 我要向神去说 说出来啊 我的疑问呢 我可不可以这样做呀 我对这个是什么样的看法啊 我能不能去做呀 我为什么要去信服你这样的道理呀 这个呢 是一个祷告 是跟神的一个沟通啊 那最后呢 就是行动 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呢 是更好的去理解神的真理 理解神真理的目的呢 并不是说我们为了学习真理而学习 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真理用在自己的生活中 所以读经的目的是为了应用在生活里面 我们就要去思考这段经文所告诉我这个道理 神把这段经文告诉我 是让我怎么样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呢 我们去应用 阅读思想 祷告 祷告 行动 这是我们去经读一个圣经啊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在古代的教会里边呢 人们呢 就是用这种方法呀 不断的去 咀嚼神的话 去把圣经所传达的真理啊 理解的非常的透彻啊 给大家一个建议啊 我们基督徒呢 应该制定一个读经的计划 那按照自己方便的时间呢 按照你允许的经历啊 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呢 你来读圣经 最重要的呢 就是争取啊 每天能够读一点 从不间断 多多少少不要紧 最重要的呢 是每天来读 那么我们争取啊 有一个比较认真的计划 然后自己呢 按照这个计划去执行 力争可以一年把圣经读一遍 下面呢 我们来说一说祷告 说起祷告呢 其实不是我们基督教所独有的 在每一个宗教信仰里边呢 都有祷告 祷告是什么呢 说的直接一点啊 祷告就是向神说话 把自己所想的呀 所求的呀 向神去说明 那说起说话呢 内容就丰富了啊 那可以是自己有所求啊 向神去说明啊 也可以啊 有一些感谢呀 向神去表明啊 也可以呢 有一些疑惑呀 希望他来解答呀 总而言之呢 这就是一种交流啊 那么在圣经里边啊 神给他的子民 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呢 就是要去祷告 那么在圣经的启示里边呢 在神的眼里边 不仅仅是人 向神的交流 那更是呢 人对神的信心的体现 敬畏的体现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去想 这就好像一个父母啊 在他的心中呢 他期盼他的孩子 能够跟他多交流 当孩子来跟他交流的时候呢 交流的内容很重要 有哪些喜怒爱乐呀 有哪些需求啊 向自己的父母来说明 这个很重要 但是呢 就是具体的事情之外呢 孩子来交流本身呢 就已经让父母非常的高兴了 这个也是在圣经里边说呢 祷告呢 就像献祭一样 实际呢 是人对神侍奉的心呢 人对神敬畏的心呢 他的一种体现 那么怎么去祷告呢 可能在教会生活里边呢 我们看到很多其他的人的祷告啊 觉得哇 说的真好啊 非常有条理啊 面面俱到啊 而且呢 有一些术语啊 当然了呢 这是他们自己的感动啊 但是实际上呢 如果你是一个初学者 完全没有必要啊 去羡慕呢 那些非常高深 非常深奥的祷告 为什么呢 回到我们祷告的定义里边啊 祷告呢 就是向神说话 你怎么想呢 你就可以怎么说 那怎么去说呢 再具体点说 那我怎么说呢 我不能随心所欲的乱说呀 是吧 我也不能东一句西一句啊 没完没了的这种闲聊天一样啊 我希望自己的话呢 非常的有条理 逻辑上非常清晰 那么我们给大家呢 一个简单的建议啊 在我们华人教会传统中呢 关于祷告呢 我们有非常容易记的一个方法 那就是把手伸出来 我们有五个手指头嘛 每一个手指头呢 我们代表一个祷告的内容啊 我们先说呢 这个大拇指 大拇指呢 就代表了我们对别人的这个赞美赞赏啊 点赞啊 首先在祷告中呢 你可以去赞美神 赞美神的伟大呀 赞美神的恩典呢 赞美神的作为呀 我们常常在很多人的祷告中听到 说神啊 你真伟大 你是创造天地的神 你是满有恩典的神 其实这个呢 就是赞美神的啊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这个实质 我们常常用实质呢 去指明某些事情啊 在祷告中呢 我们有个内容呢 就是感谢神 就是要沉明啊 神曾经为我们做了哪些事情 所以我们要感谢他 在祷告中呢 你可以这样讲啊 你说神呢 我感谢你 你是充满了恩典的神 你曾经帮助了我 你曾经救助了我 你让我经历了你 或者呢 你给我什么样的启示 或者说呢 我知道你给别人什么样的启示 你在我的这个群体中 你让我看见 或者在历史中 你让我看见呢 你的恩典 这个呢 是对神的感谢啊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代求 在我们的这个手指中啊 五个手指伸出来呢 那么最长的啊 当然呢 就是实质 我们的祷告里边呢 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啊 就是呢 我们为别人去祈求 因为从教会的概念来讲 我们是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人 大家聚集在一起 共同的去奔走这个 侍奉神的道路 让我们大家都可以互相帮助 共同成长 共同的完全 那这是神给我们的期望啊 所以我们去关心别人 爱护别人呢 这个在我们的信仰中 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在祷告里边呢 我们体现出来这一点呢 就是我们关心别人的事情 为别人去求 我们常常在教会里边 会看到很多代祷事项啊 代祷代祷呢 就是我们代替别人 替他向神去祷告 替他呢 向神去祈求 那么因为在实质最长嘛 我们说他是最重要的啊 他是最长的 我们先要想到他 所以呢 我们为人代求 在祷告里边啊 在我们私人祷告里边呢 可以有很多为别人代求的事情 我们替别人有需要的呀 我们替他祈求啊 我们看到别人的高兴的事情 为他们感恩啊 别人有一些经历的痛苦和磨难啊 我们恳求神给他的帮助啊 表达我们的这个关切之情啊 我们也可以为国家祷告啊 我们可以为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掌权者祷告啊 我们也可以为这些处在逼迫之中的基督徒祷告啊 我们可以为教会祷告啊 凡是这些公道和私道的事情呢 都可以算作代求的内容啊 第四个呢 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 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 我们自己所求的 我们感恩的事情呢 我们向神去陈述 那在手里边呢 第四个手指头呢 叫做无名指啊 我们华人呢 谦卑是一种传统啊 是一种美德 无名无名 那就到我们自己了 所以我们在祷告里边呢 把自己心中所想的所有的事情啊 都可以向神去陈迷 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嘛 我们呢 这个时候就可以自由的向他去沟通了 你的所有的 所求的事情啊 所疑惑的事情啊 高兴要感恩的事情啊 要跟别人去倾诉的事情啊 你都可以呢 向这位神去陈迷 这是自求 那么到了最后一个呢 到了收尾的时候啊 在祷告里边呢 我们会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古代的希腊罗马的文化中呢 奉谁的名去说话 意思就是说啊 就好像这个人呢 亲自来到这里来说话一样 那么奉别人的名说话这个人呢 他实际呢 是一个传递信息的人 就像传令兵一样 那说的再直接一点呢 他就好像是一个人形录音机 他把别人说的话 别人的命令 别人的要求 原封不动的呢 来转达出来 这个时候呢 他就可以说 我奉谁谁谁的名 比如说在古代罗马帝国啊 传令兵呢 他会很正式的说啊 他说 我奉皇帝的名 我奉凯撒奥古斯都的名 向你们宣布啊 那这个呢 就是皇帝对你说话了 有点像我们古代呢 这个太监来传圣旨啊 过去的管家呀 或者仆人呢 也常常这样说 说我奉我的主人 某某某的名 向你传递一个话 意思就是说呢 我来带一个话 原封不动的呢 我转交给你 我们祷告啊 祷告的对象呢 是神天上的父 天上的父啊 他垂听我们祷告的原因呢 一方面呢 是我们是他所创造的 我们属于他的 他爱我们 他喜欢我们 向他说话 那第二方面呢 更是因为呢 耶稣基督已经救赎了我们 我们还是属于基督的人 也就是说呢 当神看到我们的时候啊 本来呢 我们是充满了罪 好像呢 身上充满了污秽的人一样 他是完全圣洁 圣洁与不圣洁呢 是没有办法互相交流 就是他可以完全不听我们话的 但是因为耶稣的工作呢 这些相信耶稣的人呢 就好像呢 耶稣基督 把他自己啊 当做一件新的衣服 披在了我们的身上 披了一件外袍啊 这样当神看到我们的时候呢 就看不到我们的污秽 或者说呢 当他看见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污秽 已经被耶稣基督呢 全都洗净和承担了 所以当我们说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 向他求的时候呢 就像是说 耶稣基督 他亲自在替我们求 那这就是表明呢 当我们祈求祷告的时候 我们自己心里知道啊 我们认为 我们所求的呢 都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相信呢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 当他处在我们这种情况之下呢 他也会替我们这样求 当然了 人的认知是有限的 我们实际上呢 也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啊 我们所求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合神心意的啊 但是呢 我们有这样的信心 所以我们敢说呢 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那么神呢 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工作 这是他自己的工作呀 所以呢 我们相信他就愿意啊 来应允我们的祷告 当然这样的祷告呢 同时给我们呢 设立了一个限制啊 因为我们说 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的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相信呢 耶稣基督他自己 在这祷告的时候呢 他也能这样说 所以如果你明确的知道啊 如果耶稣基督 处在你这个环境之中 他是不会这样祷告的 那你就不能随便的去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啊 因为你事实你是没有奉的啊 这个人呢 不要自欺其人 也不能呢 明知故犯啊 比如说啊 基督教呢 我们不要贪婪 所以我们基督徒啊 我们是反对呢 任何跟赌博有关的活动的 比如说在西方社会中啊 有买彩票 有乐透 说今天乐透要出大奖了 哎我呢 很希望我自己得奖 所以我就向神求 说神呐 你赶紧让我得这个大奖吧 当然你可以这样求啊 但是如果你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祈求 我得大奖 意思就是说呢 耶稣基督如果现在在我的身边 他也会这样帮我求 说神呐 你让他得大奖吧 那这个呢 我们就有些逾越了啊 因为从圣经的整体的教导 神所传递出来的启示和信息啊 他告诉我们呢 他是反对贪婪的 很明显呢 神反对人参与赌博的事情 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心理 那你如果这样的话 你还去说 我希望得一个大奖 那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那这个就属于明知故犯的啊 所以呢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 也要小心 在圣经里边说啊 你求也得不着 那是因为你们忘求 所以我们不要做呢 忘求的事情啊 那最后这个阿门是什么意思呢 阿门呢 其实呢 是一个语气词 他本来的含义啊 就是说是啊 对呀 表示赞同啊 如果一定要翻译出来呢 就是说同意 或者呢 如你所愿 他最开始这句话 得产生是什么原因的啊 因为祷告呢 通常是几个人在一块祷告 有很多共同带祷的事情 我们都为这一件事情求 我们都为这同一个人求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如果一个人已经说过了 另外一个人再继续说 就会显得呢 非常的嘈杂 或者说呢 非常的呃 祷告的这个过程啊 会非常的长 那么别人为了表达啊 为了表示呢 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同意你的祷告 我同意你的祷告 那么他就会说呢 阿门 意思就是说呢 是啊 对呀 我也是这样想的 如你所愿啊 愿是一件事情来成就 所以呢 祷告的时候 当基督徒用阿门做结尾呢 是表示同意 可能在基督徒 集体聚会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呢 会出现这种的情景 那就是一个人 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哈 周围有人说呢 用阿门做回应 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呀 我赞同他说的话 我表示同意 是啊 但是我没有办法呢 直接的说 哦 你说的非常好 我同意 那么就用阿门呢 来表示一下自己的意见啊 那可能有一些朋友们 会有这样的疑问了 说那有的时候我在私导啊 我一个人祷告 我最后也要说阿门吗 呃 我们呢 也要说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圣经里边 神教导我们呢 圣灵与人同在 当我们凭着信心 接受耶稣基督 我们愿意做他的门徒的时候啊 圣灵就在我们心间 圣经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 事实上我们所祷告的内容 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呢 神都知道的 他需要我们呢 同他交流和沟通 就是说呃 当我们去向他祷告和沟通的时候啊 实际上我们心中的所想 我们所求的这些事情呢 神 他已经知道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啊 圣灵与我们一同祷告 他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所以在我们即使一个人祷告 祷告祈求的时候呢 圣灵也是与我们一同的 我们不是一个人在作战啊 圣灵是陪同着我们呢 一同向圣父圣子去倾诉的 所以在我们自己思导的时候呢 我们也用阿门做结尾呀 是表明呢 有些东西我们没有想到 有些东西我们没有说到 但是我们相信呢 圣灵已经把我们所有的情况 已经向我们天上的父 做了完全的解释啊 说明啊 他也在替我们求 所以呢我们表示对圣灵的赞同 也要用阿门做结尾 既然祷告呢 是人和神的交流 是我们向神去说话 其实祷告呢 是可以随时随地发生的 圣经鼓励我们呢 就是随时祷告 适时祷告 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想法 你随时呢 向这位神去说 你随时向我们的神去说明 我们鼓励大家呢 可以建立一个系统的灵修生活 你可以呢 去建立陈导啊 晚导啊 吃饭之前的祷告啊 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不见得很长 可能呢 只是几句话啊 向神呢 去陈明 就像跟神的沟通似的 我们也鼓励呢 大家去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啊 和周围的这些基督徒 我们一起共同的为某些事情 某些人来祷告啊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啊 我们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 神就在我们中间 那么在这种时候呢 我们大家群体的去祷告 这样呢 力量呢 是无穷的 因为在神的面前呢 这表明出呢 我们这样的群体 我们呢 是属于他的群体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到啊 基督教灵修 他的内容 基督教灵修里边呢 最基本的读经和祷告 我们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好 再见